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4月17日 复旦大学附属化身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新闻通缉会 在会上 他谈到了此次疫情中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他表示 上海本土病例接近93%的患者用了中药 治愈率高达97.5% 这是中西医病重 中西医融合一起治疗的结果 西医专家的声音一开始会响一点 而救治过程中中医的威力慢慢显现 就像有些武功快一点 有些武功慢一点 但也持久一些 他说